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随着数据的增长 我们不得已还是需要做一些分表分库的动作 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所以出现Shotting的方案 它为我们做了一些透明的分表分库 但是在Shotting方案上面 它又在事务上面和一些其他车里上面做了一些迪运的推荐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数据的爆发 我们经历了大数据的时代 这时候Nosicle也在兴起 Nosicle也得到了比较多的开发人员的青睐 然后呢 这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有可能会出现多套系统并存的情况 这时候呢 我们的话 我们叫利用这些数据 有可能这些数据会在我们多个系统之间 做这种迁移来迁移去这样一个动作 这样的一个成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 在11年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的分析师 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设想 就是他也第一次提出了这个Nosicle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 我们这些工程师能够把这个Nosicle这个特性 和这个传统的数据库做一个融合 然后呢 这一次的话还是谷歌走在了那个第一链 谷歌的话也是第一次向世人证明了这个Nosicle 这条路是可行的 所以说呢 他也是谷歌在 应该是说他在今年也把他的那个spanner 他的系统他也搬到了他们的Google Cloud上面 对外提供这样一个服务 然后呢 在谷歌他 向世人证明了我们那个Nosicle跳路是可行的之后 社区我们业内的这些工程师也其实也在快速的这种那个跟进 然后呢 现在的话社区里面有两套这样的一个开源的这种 那个Nosicle系统一部一个是我们国内的这个TiDB 还有的话一个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分享的那个主角我们的ClarityDB 然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ClarityDB它的现状吧 ClarityDB呢它是14年的时候都是托管在那个Github上 然后的话呢它迅速遵循了一个这个Apaq这样的一个商业友好的license 所以说呢它迅速得到了那个很多我们这些开发人员的青睐 所以说呢它在目前在Github上的那个数量是达到了1万加以上 然后呢有全球来自那来自全球的超过150多个computer 现在1.3上面持续贡献它的代码 现在的话ClarityDB处于一个1.1的那个稳定版 然后的话1.2的话也进入一个Apa版的一个状态 ClarityDB呢它是一个社区开源的一个项目 它的母公司的话是这个叫这个Clarity Labs Clarity Labs呢它有三位创始人都是那个来自谷歌的 他们那个这个公司的话只要是Base在那个纽约 这个是ClarityDB的一些那个简单的一个现状吧 然后的话我们先聊一下那个ClarityDB它的一个架构 ClarityDB的话呢它采用的是这种传统的 应该说跟那个Spanner比较类似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层架构 它最顶上是一个的Seql引擎 然后呢下面往下是一个分布式KV 它实际上用Seql接口来屏蔽这个分布式KV 带来的这种那个接口的复杂性 然后呢分布式KV往下的话 它用ClarityDB引入了这个Node和Store 还有这个Range这样一个概念 ClarityDB 我可以看一下这个Node和Store Node的话在ClarityDB里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实力进程 然后呢一个Node它实际上会管理有多个这样的一个Store 一个Store的话映射到的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存储的物理位置 一个Store里面可以映射多个这种那个物理存储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Store再进一步展开 每一个Store里面呢它存储了这个管理的这种大量的这个Range 然后呢Range的话呢它实际上就是ClarityDB里面这个管理数据的最小一个数据单元 其实跟我们那个比如说MySQL或者PG里面的那个配置比较类似 但是呢它这里面的话它存储的数据是一种KV的这种形式去存储的 它的默认的话呢它每一个Range现在是是64兆 然后的话呢每一个Range的话它会分布在它会有多个副本 这些副本的话它分布在多个节点上面去这样的话能达到一个这样地理容灾 这种多副本容灾的这种一个能力 以上是我们那个就是简单聊一下那个ClarityDB的一个架构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ClarityDB它的一些那个比较突出的一些特性 ClarityDB的话呢它既然是个束缺 所以说并然它要支持这样的一个SQL这样的一个接口 然后呢ClarityDB的话它出于这种版权的那个考虑 所以说它选择了这种商业更加油耗的PG的这个协议 然后呢它同时它就是说它支持了这种那个完整这种 那个分布式物以及一个二级索引的这种 这种这种就是我们NoSQL上面没有的这种那个特性 ClarityDB的话它目标其实是很简单 是一个TP和AP融合的一个数据 它的目标是为了达到这个HTAP的一个目的 所以说呢它选择了 同时选择了支持我们类似这个MVP这样的一个 MVP数据库这样的一个并行查询分析框架 目前的话这个框架的话在1.1里面已经可以说 它支持我们大部分的一些这种那个分析场景 常用的分析场景 前面我们提到就是说ClarityDB的底层 实际上是个分布式KV 那么ClarityDB的话它必须要在这个分布式KV 它在分布式KV上面它抽下来几个KV的一个操作原语 来提供给上层这种SQL的那个转换 它只要提供了这个就是这个get,put,condition,put,scan 这样的一个五个操作原语 所有的这些那个SQL的这种解析完了之后 都会转换成这几个操作原语 你比如说我们一条insert 那么它就有可能会映射成一个put 或者conditionput 我们一条scan的或者一条select 有可能会是转换成一个get或者是一个scan 这是它的一个这种那个SQL操作上的一个映射的变化 我们要把SQL操作转换成一个KV操作 那么我们同时我们还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那个schema的那个 如何映射到我们的KV存储上去 我们知道就是说在KV存储里面 每一个key都必须是全局唯一的 但我们要把一个二维表的数据呢 映射到那个一个KV中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保证每一条数据 它都能编码出一个唯一的一个key来 所以说呢 KV要求每一张表都必须定义一个primarykey 然后呢 它把这个数据表里面的这些那个数据的话 必须要按照这样的一个db 然后呢db id 所以pable id index id 还是primarykey 和column id 这样的一个形式把它编码成一个key 比如说下面这样一个例子 我有一条这样的一个 一ball2.2这样的一个一条数据 ok我要插到这个数据里面去 那么在 在它去就是说把它插到数据库之后的话 它会实际上把它就当于是把它转成三条这样的kv 三个字段 就是说先是一个db name 然后是这个table name 然后是个primarykey primaryindex的那个id 因为它实际上这个primaryindex的作用就是 primaryindex id的作用就是为了区分这个数据和这个锁引的那个 就是区分数据和锁引 默认的话 就数据来说这个primaryid的话实际上都是0 都是1 然后呢 它为了就是保障这条数据就是这个表里面的唯一性 所以说的话它同时会把这个primarykey也把它编译到这个key里面去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 name 它的这个column id 这样子形成一个这样的key 最终形成这样的key 然后最终形成这样的key 然后最终形成它的value 然后呢把这些存到这个这个数据库里面去 应该说存到这个kv里面去 然后呢因为它这些这一行数据里面 而且它应该说它搜索的时候它都基于一个前缀比配的一个规则 所以说的话呢它比配的时候实际上它在做这种那个查找的时候实际上是它只要就是说把前面这一串 按照这个 这个相同的这个primary id 还有前面这些database的这些相同自端的这些东西全部录出来这样的一条数据就出来了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cross db 还支持一个唯一支持这个锁引 锁引的话它对唯一锁引的这个支持的话呢 它也是它主要利用了这个我们key 在这个数据库里面必须是唯一的这样一个特性来构建这个唯一锁引 它的做法是让很简单 就是呃前面它的格式的时候也很简单 仍然是前面是一个db 然后db name table id 这些人有什么说的 然后就是这个index id index id的话除了数据的这个index id是1以外其他的就是按照那个这个表上有几个数据那么就加1 有几个index它就加有一个index就加1 再加一个index加1这样的一个数据排下去 然后的话再加上它的这个index layer的那个值 这样子形成一个呃形成一个index的key 然后的话后面这个value就是它的这个primary key 这样的话可以通过这个primary key 来反向去找到相应的那个数据行 达到这个呃锁引的这个目的 然后对非唯一锁引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在kv里面 key的话必须是那个唯一的 但是的话非唯一锁引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我一条锁引上面有多条运射到多条数据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crossingdb的话它通过把这个把这个有箱头把同时把这个primary key 编译也encode到这个key里面去这样的话 当我做前缀匹配的时候我只要匹配上这个相同的这个呃锁引值的时候 同时就近的把这些后面这些列全部取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所以这个primary key 从key里面去取出来 这样的问题就能同样能够反向找到相应的这个数据完整的数据行 我看到前面就是crossingdb它这种这种那个存储格式 它实际上是把每一列都分开去存的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当我去读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说我不需要我可以把我不需要的这个读 就是读我只读我想想读的东西 我不可以不需要参与计算的类我可以不读 但是呢这样带来就是说当我去做这种insert 或者是那个整条这种那个update的时候 我就要可能可能就会变成多次的这种那个IO操作 因为它现在是每一列都是分开存储的 所以说呢crossingdb它引用了这个crm family 这样一个呃特性 就是它能够把多多列的数据把它封装到一起去 这样的话一次写下去 这样减少这个IO 甚至有甚至可以说我可以把一整行的数据都打到都编 编译到一起去这样就退化成一个行存 呃上面是那个我们那个提到这个crossingdb它那个sicle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呢crossingdb的话它同时就是说它在架构上采取了一个更加激进的一个这样的完全去中心化的一个方案 然后它所有节点的话在整个系统里面都是对等的 没有任何这种特殊的这种 因为就因为它这样子去呃去这样的一个架构 所以说呢它避免了这样我们那个整个分布系统里面这样一个单点的这个问题 单点平均的问题 嗯 它的能做的哦 就是说接近这种理论上接近这种那个那个陷阱的扩展能力 同时的话就说因为它因为这种嗯 完全去中心化的这种那个解这种呃架构的话 让它这种让它的这个跨地利的这种数据容灾成为了一个可能 因为就是说我在这个系统里面我没有一个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角色 所有人都呃任何人都可以被替代 所以说它这种那个呃架构在这种跨中心跨数据中心这种部署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那个优势 Clarge CDB 的话呢 它的数在里等数据的话是基于这种那个Range Range去分布的 它和和我们那个就是成 或者数据库里面另外一种Hashi是呃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就是说Hashi分布的话 它的那个缺点就是说 当我需要去扩容的时候 那么我那个数据的话 有可能会需要去就是呃 暂停服务 然后的话才能去扩容 但是当然我们也有也有那个相应的 这个一致性哈希的方案 但是让引诱的问题就是会相对更复杂一些 然后Clarge CDB 的话呢 它基于这种那个Range分布 那么当我去扩容的时候 我不需要说呃呃去停服也好是吧 我只要从我这个数据片里面去切一点点出来 那么那我把它那个均衡到其他节眼上去 这是ok的中间的话 嗯 而且在我数据迁移的过程中 我不影响我那个正程数据的这种那个写入 或者访问 嗯 而且的话整个在他在整个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迁移的过程 是一个呃自动迁自动均衡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这个过程的话 是可以根据我们业务的这种那个场景去做这种那个调整的 就应该说是嗯 可根据我们的那个 机器的那个负载来去 他可以去人为得去这种控制他的那个Balance这种那个速度 嗯 嗯 CrossDB的话呢 他还提供另外一个信 就是他那个保证我们那个数据的那个多复本强一致性 当然这个强一致性的话呢 和我们事物的一致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 嗯 我们前面提到就是CrossDB的话呢 他的每一个复本 他每一个Rate每一个数据分片 他在整个系统里面他是有多个复本的 那么在多个复本之间 他使用了一个RAV的这样的一个呃 强一致性的同步协议 他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 相比我们那个以前比如说像我们那个MySQL 这样的一个呃 EV数据复制 在这种EV数据复制的那个呃 EV数据复制的那种方案的话 就是说他的这种呃 性能相对来说开销会损耗会更小一些 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在同步过程中 我的还有些那个Litlog啊 这些没有完全发到 发到Slave上去的时候 整个机器那个呃 挂掉了 那么有可能我那个数据有可能会丢失 但是强一致性的话 那他这个RAV的协议我保证 我大部分大部分副本 必须完成提提交成功了之后 那么我才能返回我这个成功 我这个成功 当然 强一致性协议的话 也不是说 嗯 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方案 他也会他会带来的 那种那个 那个性能上的一些那个损耗 crawlgdb的话呢 我们提到前面 crawlgdb 它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一个架构 所以说呢 他不存在 他不存在这种那个一个中心节点 所以说呢 他任意一个节点 倒掉了之后 不影响整个集训的那个可用性 而且的话呢 他在数据里面 他的数据在整个集训里面 是多副本存储 只要就是说 有节点倒掉了 那么当我检测到这个 我里面的数据的那个副本 低于某一个预约 那么我可以自动的在其他节点上去生成 而且的话就是说 他这样的话 还可以做到一个跨地域 跨地域的一个 异地云灾 业务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有五个 我一个Range有五个副本 那么我这五个副本的话 我可以选择有两个 有两个副本 有两个副本 一个在 一个在 在北京 我两个在北京 两个在上海 剩下一个 我甚至不在 不在那个深圳 那么 假许是说 我那个北京那边记忆榜全挂掉了 那么我仍然那个有三 有绝大多数副本仍然可用 我可以把流量 就是说迁移到这个 北京 和北 而不是这个上海和深圳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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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lGDB的话 它 相对于我们那个 NOSIC 这样的数据物 它提用了一个完整的一个 ACID 这样的一个事物的寓意 然后呢 它同时支持这个 snapshot 它只支持snapshot isolation和 cellularizable 这种两种隔离级别 嗯 然后呢 它的那个事物的并发控制的话 也是基于这种 MVCC这样的一个 事物并发控制 而它整个事物管理的话 也是一个 呃 去中心化的一个管理 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它整个事物的一个 过程 CurlGDB的话 它也是选择这种一个 呃 改造过的一个两阶段事物 但是呢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乐观一点的 这种乐观的这种 那个并发控制 就是当它出现这种事物冲突的时候 它呃 不是去选择 就是说去阻塞 这样的等待 它是选择 多数你看它是选择 就是让事物去abot 或者是retry 那么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事物的 一个执行过程 当 呃 当一个 一个sicle请求过来之后 那么它会 请求到某一个节点 时候 这个节点 这时候它会临时充当一个coordinator 这样一个 事物协调者 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它会 先呃 产生一个 begin transition 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呢 往这个 全职事物表里面去 先写一条这样的一个记录 这条 这条 这条是记录呢 它同时记录这个事物的状态 事物一开始是处于一个pending 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的话 它再去把这些那个中间 这些那个insert 不管是insert delete 可以在query啊 这种那个就是slag的这样这个查询 发到相应的这个节点上去处理 它在呃 比如说像这种insert delete这种那个写 操作 它 它 发过去的这个请求 落盘到这个 节点上去之后 相应的节点上去之后 它 写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呃 写的 它实际上写的是一个这种那个临时的一个中间结果 这个中间结果的话呢 它具有一个呃 这里边这个中间结果的话 它包含了一些这个这个索引 我应该说这个事物 事物记录的那个呃 所以说它可以通过这个 当别的结 当呃 这种事物并发执行的时候 其他的事物发现这个intern 发现这个临时的中 中间结果的时候 他可以通过这个临时中间结果的 那个事物索引反向到这条 反向找到这条事物记录去检查我这个是 这条数据是否是呃 这条事物的那个状态是提交了还是abot 或者是还是正在执行 那我根据这条事物的状态 我再决定我的我的我的 我的行为是到底是abot 还是说是把其他把它abot掉 还是说我那个restart 最后的话在在在那个呃 这些query这些sql一句执行完了之后 然后的话再执行一个commit的这个状态 把这个status把它标记成那个标记成commit 或者说如果说是这个是我abot了 那么我就把这个标记 标记成一个commit 呃abot的状态 然后 然后呢这些刚刚我们提到就是他这个中间的这种临时 临时数据的话 他会通过一个异步的方式去去清理 这样的话就是说当我即使事物不管我事物提 呃事物事物abot也好就是事物回滚 那么我也不需要去在这个事物里面就是说同步的去清理这些数据 我只是把把这个标记标记上abot就完事了 剩下那些事情就要义步任务去慢慢去清理这些那个intern的 这是他整个那个呃 两阶段事物执行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我们看到前面就是说 他在两阶段事物执行的过程中 他会涉及到这种那个大量的那个有可能设计大量的节点的这种那个通信 这样子他的rpc的开销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他为了优化这个事物的性能 他引用了一个叫做one pc这种一个那个概念 他实际上他就是利用了这个rub的那个呃 呃圆子保证这种写的那个原子性的这种能力 当我一条那个一条一条写数据写过来之后 嗯如果说我这 如果说我这条数据是完全写在一个ring上面去的 那么我可以我可以把这条数据把它的那个 我就不需要再去记录这些呃 事物状态什么这些 然后他直接把这条 把这条那个写写写命令直接扔到raft里面去 让raft 原子的把这个写到那个词班上去这样的话 我这条是这条那个呃 事物就相当于是就行完之行完事了 嗯我前面提到就是靠吉比特 他也是一个急就mvcc的一个鼻毛控制 它的那个版本的话 实际上它利用一个叫做HLC这样的一个时间戳来做它的那个版本号 它的版本号呢 是直接它把这个版本号直接编译到 直接那个encode到这个数据的那个key里面去 这样的话 而且的话 它是以一个这种那个逆向存储的一个方式来保证 就是说我这些 我只是我同 我同一个应该说是我 一条记录的多个版本的数据是就近存储的 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访问这条数据 不管访问哪个版本的话 都是都不会说出现这种访问这个版本 在这个节点上访问那个版本 跳到另外一个版本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就是说CloudGDP 它使用这个HLC算法 这个HLC呢 是一个混合时钟算法 它既有这种 我们既有这种那个物理时间的这种特性 它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时间的一个特性 所以说呢 它能够支持一个叫做tom-child quality的那个查询 也就是说我支持 读某一个时间点以前的全部数据 应该说某一个时间点上我能看得到的这些那个数据 刚刚我们提到就是CloudGDP它引入了一个叫做这个HLC这样一个算法 HLC呢 它实际上它主要是就是说这个时间就用来标记我事物的这个发生的这种那个顺序 它相比于我们那个呃 比如说类似这种那个XC 呃 PXC啊 或者是其他一些那个这种呃 分布的系统 它这样的一个中心 它有一个中心节点 但是CloudGDP呢 它为了就是说完全去中心化 它必须要保证我每一个节点都能够单单独的去产生这个事物ID 这个HLC算法呢 它实际上它的整个时间呃 包括两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物理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逻辑技术 物理时间能够物理时间的话 它通过这种那个NDP不误去这样去同步 物理时间的话保证我 是呃 而且它的话它保证这个物理时间在这个片 保证这个物理时间就是保持在一个呃 确定的一个偏差范围 现在就是说我所有的节点尽量保持 能够保持在它一个合理的一个偏差范围 这样的话 当呃 我就能够拿到一个全局的一个 当我就说利用这个时间车去拿一个全局 Snap Short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可能 然后呢 它还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 逻辑时间逻辑时间的话就是用在这种那个事物冲突之后 事物冲突的时候去追溯这个 这个我应该说事物发生关联之后去追溯这个 事物的这个前后的这种因果关系 因为就是说它这个HLC这个算法的话就是它呃 有一个特性就是当我每次发生我本本节点发生一次事件 或者说我收到一个呃请求我都会拿着这个时间去去和我本地的那个 本地的那个呃 物理时间和我当前的那个手上的这个HLC时间去做一个比对 取中间取中间的最大的一个值这样的我保证我 基本基本上接近于保证我每一个 这个节点我当前的这个时间的话处于这个系统里面最大的一个时间值 这样保证就是说后面在我这个系统发生的发生的这个那个事物的话始终是处于一个呃最 就是时间最大的一个值 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去做对这种事物这些一定上的程度上这种那个排序 呃HLC这个算法的话就是说因为它是基于一个NTP这样的一个服务去实现的 所以说呢它相对来说成本的话会更加低廉一些 但是呢就呃 但是当然就说在这种如果说我们把这个NTP的话直接这种服务直接部署到一个网域网里面 那这个时间上实际上是有点那个不太可靠的 但是的话它这种做法的话这种 嗯 ClarityP现在这种那个分布式事物模型的话 它和这种GPS 呃GPS 和GPS原始终这种结合到相对来说比较比较也比较容易 因为我只要保证我这个NTP服务是一个高精准的 时钟 那么就OK了 呃 前面是我们那个 呃 简单介绍了ClarityP的一些那个特性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ClarityP就是说 据我们现在的经验里面 觉得它一个比较适用的一个场景 它其实它的目标其实也很明确 就是说先解决这种那个TP的这个场景 然后的话呢以及一些这种 嗯 轻量级的分析场景 嗯 比如说像这个啊 高啊 一些这种高并发血入的这种 这种场景 因为它整个集群的话能够支持这种嗯 接近线性的应该扩展 因为呃现在的话像社区的话 它已经测到这个 128个节点这样的一个集群 但是更大的集群的话 社区那边现在他们也没有资源去做更大的集群的这种那个验证 但是128个集群也算是呃 中等规模的集群吧 嗯 嗯 以后面比如说像这个呃 大数据的存储啊 以及有这种跨数据中心这种那个呃 强一致性的这种那个需求的 其实crustydb也比较适合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啊下面我介绍一下就是crustydb在我百度内部的一个应用 crustydb的话呢 现在在我们百度内部的话呢 现在有30多个节点的集群 然后呢 它的那个峰值qps现在是10万左右 然后的话目前存量数据是呃 集群存量数据现在是30体 之前的话呢 我们的呃 业务的话 它使用的也是就是这个 基于这种那个刷顶这样的一个方案 嗯 但是呢 我知道就是刷顶发这种方案的话 就是当它集群规模大了之后 其实运媒和管理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人类成本 当我们呃 呃 签到crustydb之后呢 嗯 首先我们对 我们不需要在业务层 就是说在做这种那个分布分表这样一个管理 我们直接 对对外呈现的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库 对业务来说 它的这个访问 它写程序写代码的时候也会更加简洁和方便 然后呢 对我们后台来说 对我后面这些运维来说 其实运维上会更加更加简单的 首先我们的那个 我们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proxy 我们只要去 只要需要做的是前面有一个这 基于这种虚拟IP这样的一个 嗯 基于这种连接或者是流量这样的一个 那个那个 那个balance就行了 也就是负载负轻均衡就可以了 嗯 而且的话就是说 CrawlTTP本身集群的话提供了大量这种那个 那个feel over的这种那个能力 让我们的这种那个 嗯 预为管理变得更加简单 释放我们的那个能力 然后的话呢 其实在那个CrawlTTP上 我们就是说为了适配我们的内部的一个业务 我们也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像 像那个支持这个 兼容这个MySQL这样的一个协议 因为我知道在百多内部实际上 大部分业务使用的还是这个MySQL这样的一个协议 这样的话我们如果 呃 兼容这个MySQL协议呢 让我们的业务千里的成本更低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也做了一些就是 呃 能够和MySQL这样的去同步数据这样的一个能力 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数据 所以方便我们呃 业务去做这种那个数据的迁移 还有就是说也及时也和我们百多现有的这些 运维平台做了一些深度的一些集成 呃 我们百度的话实际上从15年的时候就展开了 呃 对NewSQL这样领域的一个探索 然后的话呢 我们持续就是也向社区这边那个贡献代码 嗯 我们那个得到也得到了社区的一个认可 所以说呢我们今年的话就是有两位成员成为我们那个社区的PMC member 然后呢我们百度的话也在今年就是和CrossDB 啊应该说是Cross Labs 结成了这个合作伙伴 然后呢我们的话也希望是共同推动在CrossDB在国内的一个发展 嗯 嗯 最后的话是我们就是嗯 在CrossDB上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划吧 后面的话我们回去就会继续在CrossDB的这个Low Level Partition 还有这个Low Base Assess Control 你去Polling Store 还有那个StateBase Rebalance这几个特性的我们会继续去持续投入 嗯 投入开发 然后呢我们百度的话也会针对我们自己的场景去做一些我们本地化的一些这种那个开发 比如说像后面这个我们引入这个GPS原子中 还有对接我们百度内部这个Spark分布计计算框架 还有呢 加上这个CrossBase Optimizer 因为现在的话社区的呃 他的这个执行执行规划器 他使用的是一个Low Base的一个Optimizer 相对来说在对产生的这种那个优化器 这种那个Plan的话还是嗯 不是那么完美 不是平常说不是那么好 好还有一还可以有一些那个更高的更好的优化